早安YouTubers成员 Ohio YouTube Pojiwara desu 我是一个线上日文家教 在这里我会分享初学者也没有懂的日文知识 目前本频道的更新顺序是以大家的日本语为蓝本 因为大家的日本语并没有很适合自学者自学 所以本频道主要是针对想要自学却没有一套有系统的学习顺序 已经买书但看了还是不太懂 或者是基础没有很稳固的同学所制作 请期待接下来的内容 在上集影片中我们介绍了众音的一些基本规则 以及众音低高是数字123的1 而1几是众音高低是位置或者是是的意思 虽然众音规则是用在东京的标准语 但可不是用在关系地方的关系枪 这两个枪如果要细细比较的话 这个影片会变成好几天 所以我们今天就简单的比较几个单字就好 让同学稍微有点基本的认识 下次听到有人讲的时候 就可以透过这些枪的特色 来分辨是哪里的人 では始めましょう 第一个单字 第一个单字 意思是花 在标准语当中 重音是在那火面会下去 比如说 花很美丽 但是在关系枪里面 会非常的不一样 变成 做词很容易被省略 句尾也会不一样 大概会变成 花 きれやな 第二个单字 りんご りんご 是苹果的意思 但是到了关系枪 就变成 りんご 很多同学都表示 比较熟悉关系枪的りんご 可能是因为台语当中的苹果 也是这个重音 第三个单字是 音楽 音楽 是音乐 是属于头高 也就是说 第一个字是高的 后来就低下去 而关系枪 音乐 这个字 则是音楽 是一个听起来略为可爱的重音 所以在日本的曼财当中 可以听到很多的关系枪 第四个字 おもう おもう 是想 觉得 认为 的意思 到了关系枪 就会变成 おもう 也就是说 お跟も 都是低的 到了う 才高起来 违反了上一集所说的 前两个音一定要一高一低的规则 这么特别的关系枪 连日本各地的人都没办法模仿得很完美 学的里里拉拉的关系枪叫做 いせいかんさいべん 今天的练习是 标准语的为什么叫做なんで 请问关系枪的 为什么 是什么呢 请在留言区作答 谢谢你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关于学习日文的诀窍 欢迎按赞订阅小铃铛我的频道 我是藤原 で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